好热好热 汗如雨下 摇扇子的手停不下来 不然行动小电扇比较够力吧 再不行 只好去冲个凉了 美国科学家证实 圣阴现象今明两年开始回归 目前已在环太平洋地区发威 印度北部地区已经连续几天 最高温超过摄氏45度 不少人因为晕倒送到医院 因为中暑死亡的人数超过50人 而在邻国巴基斯坦 白天的气温飙升到50度 医院也都是人满为患 在中国民众的避暑利器 是撑阳伞在树营下大蛋冰淇淋 但似乎也难敌酷暑 昨天逛来的时候有点担心中暑 然后感觉身体有点脱水的情况 声音现象也让中美洲 北美洲的海水变暖 不断创下高温记录 美国德州 路易斯安那州 佛罗里达州以及墨西哥 都有如巨大蒸笼般闷热 气象专家预测 声音现象正在转强 2024年将是最热一年 全球各地可能将出现更多的干旱 洪水 豪雨等天灾 装设综合报道 2016年 2016年 我之前有何亿 生日常时 不相信 谢谢大家